嗨!大家好!我是Kini! 今天非常的居家! 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越來越可怕 而且又有Omicron 我在美國打疫苗打到流血 我到底為什麼要來到美國打了這針呢? 最近疫情升溫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 在美國傳出單日超過5萬人的確診 超可怕的 所以打疫苗真的超級無敵重要 未來我們真的要學會跟病毒共存 我最近在網路看到一些奇妙的留言說 打疫苗還不是會得 幹嘛打疫苗 有事嗎? 打疫苗是代表減少我們染病後 發生一些嚴重病發症的風險 不代表你就不會染疫好嗎? 所以最好的防護還是要戴口罩跟酒精消毒 既然是這樣 我在美國打疫苗的狀況 就一定要分享給大家看看 我們在美國的狀況 一起來瞧瞧吧! 在7月的這個時候 我們要出發前往美國 我需要提供72小時內的PCR檢測 好囉!我們就準備要出發 所以這次我也是全副武裝 穿了有點像防護衣的外套 它就是一般的外套 然後還可以遮臉的 我這次的飛機是有轉機 我到日本轉機 然後等六個小時 然後再飛往洛杉磯 轉機啊你必須在同一個航下喔 才可以轉機 不然呢 如果你要轉航下 就等於要入境 那很多國家呢 都是不允許外國人入境的 包括日本也是 所以大家在買機票 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不然你就要回到台灣了 成田機場外面真的天氣是陰陰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轉機 沒有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就有一群人 後來跟著不認識的人 一起去問櫃台 原本在台灣說我們的 我們的行李呢 是要 在日本拿出來 再去寄 結果後來 又跟我們說不用 所以我們在日本就是 擔心了一下 這次飛到日本呢 是我第一次在日本過境 非常的有趣 然後可以看到我在日本 買了非常多的 伴手禮 我剛剛在 顏色買了好多的日本零食喔 然後我剛剛只會放到我行李箱裡面去 然後我就是帶了行李箱 是空箱子 所以我剛剛 找到我都賣日本零食 開心 好 所以等一下走一走再看看 還有什麼可以逛的 看看窗外 這個久違的天空 在這個疫情期間要出國 其實真的是要超級超級無敵 注意非常多的細節 稍把房屋做好 好 所以我都是噴非常非常多的酒精 好 這次呢 從日本 飛到洛杉磯 我做的是 新加坡航空 這是我第一次做 很想跟大家說一下 新加坡航空的食物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食物是最精緻的 看到這一片片 黃黃的沙漠 黃黃的土 超級無敵期待耶 超級無敵緊張 因為呢 最近洛杉磯開始 大爆發 在我買雞泡之前是很安全的 好 那因為有一些週呢 就說 打了疫苗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兩三個禮拜後 就開始爆發了 所以真的 很可怕 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好 自身的安全要保護好 來到洛杉磯機場了 終於落地 我們可以看到 出了機場以後 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美國呢 是沒有強制要求 需要 隔離的 所以你是可以 四處走動的 好 所以我一出鏡呢 當然我就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戴了手套 然後戴了口罩 然後真的是 我都不敢把帽子拿下來 所以一到了 過三機 我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要幹的大事 就是打疫苗 我們一起打疫苗 一起喵 喵 喵 我們現在來到Costyle 我出發前呢 已經在網路上 Going了 已經訂好 就在他那個那一年 那其實現在的狀態都是 你不用登記 你只要走進店 就可以直接打針喔 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為疫苗真的超多的 好 打完針呢 就是在現場等待15分鐘 就可以離開了 那我就拿到我的小白卡 這就是我的小白卡 我在三個禮拜後呢 就可以打我的第二針囉 好 經過打完第一針呢 大概兩個禮拜後 我就比較稍微感出門了 那在接下來兩個禮拜呢 就是我在家煮飯 煮了非常多的飯 大家都知道嘛 在隔離期間或是 就是要管控的時期 大家的廚藝都是會提升的 所以我在家做了非常多的料理 給大家看 第二針呢 那我想說家裡的附近的超市很近 先去問問看說可不可以打 結果他說可以耶 我就在Albusson打 然後這老爺超可愛的 他幫我打針 好 很好 我現在看到第一針對抗疫苗的第二針 是在第二針對抗疫苗 是在抗疫苗的冠狀 寫著病毒 什麼叫做什麼 流血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針打就這樣 整個流血流的超誇張的 所以當然疫苗都要兩周後才生效 那兩周後就開始自由走動啦 那兩周後就開始自由走動啦 像有去San Diego啊 有去Vegas啊 然後有在加州啊 在外面的路人的狀況 那基本上來講室外很多地方是沒有戴口罩的 但是在室內其實在很多的shopping mall 都是有要求你必須要戴口罩才能進來 那在那個拉斯維加斯在拉斯維加斯呢 你只要在賭場裡面除了你在抽菸喝酒跟飲食以外 其他的時間你都必須戴上口罩 不然就會有保安來強制叫你把口罩戴起來 非常非常非常的兇 嘿 man 就是這樣子然後就blblbl都叫你把口罩給戴起來知道嗎 在美國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醫療的單位 他在mall裡面跟他有其他的檢測站 然後他這邊就是有一個標示 你都是可以登記去做PCR檢測的 重點是免費 只要是PCR檢測這個檢測是可以拿來登記的 所以我準備要飛回台灣 所以又再去做了一次檢測 那這次檢測呢是Drive-Thru得來數 在做這些PCR檢測之後他會跟你確認幾件事 你的名字全名 生日還有你的電話手機號碼還有你的email 他都會跟你double check 最晚沒有問題就會做檢測 然後一樣這個得來數呢 會收到檢測報告 是不是超級無敵酷的 好那這就是在美國當地的免費PCR檢測 不管你是美國的人或者是其他國家的人 你只要在這邊打完疫苗兩針 登記完畢生效 你會拿到有個50塊 他很像是類似信用卡這樣子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號碼 所以你可以就是當刷卡使用 那裡面的額度是有50塊你可以做使用的喔 好那準備要回台灣了 準備回台灣之前呢 一定要記得做的事情就是 簽訂防疫旅館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IG私訊我 可以推薦一兩個官方的LINEID給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去詢問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就有很多店家可以推薦給你 然後回來之前一樣做好PCR檢測 那就可以安心回國了 所以大家回國之前一定要特別 看一下台灣目前的歸地 大家就要自己先看好喔 才不會不能坐飛機 回國呢 我是搭華航的直達飛機入境台灣 好了 就是歸國了 非常的開心 那進到台灣的時候呢 需要排隊 拿到標籤會拿到一個盒子 那個是要做森紅 到時候回到飯店 我們還會有一個自己自我檢測的一個套組 那你入境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把這個 入境居家檢疫申請憑證 它需要填上你所有的資料 然後還有你的防疫旅館 那我在出發之前我就做好了 然後入境的時候你會收到簡訊 所以我在飛一落地的時候 我就趕快收簡訊 我就先截圖 這樣我下飛機就會動作非常的快喔 那因為我2021年的這個暑假呢 人是在美國的 就分享一下在國外啊 給大家看國外的一個防疫的狀況 然後我們大家就一起努力 然後把台灣保護好 好啦 這支影片到這邊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幫我看其他的影片 然後想要看我 拍箱任何東西 幫我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